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可能最好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中国人的血液里面的基因是没有清卷和扩张的基因 美国的地方政府官员带很多的代表 美国现在还是大于中国 中国来美国的这种文化教练的推广 在多大程度上能使美国人民更加的了解中国的文化 就希望我们能够派出更多的中文教师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聚焦华府节目 我是主持人谢正 1972年2月21日到28日 美国总统尼克松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 对中国北京杭州和上海进行了访问 这是美国总统历史上第一次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 而且尼克松总统在北京访问期间 他在中南海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会面 当时两国之间还没有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在访问结束前 两国政府发表了上海公报 公报表示两国将致力于发展全面正常的外交关系 35年前的1月1日 中美两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发生在1979年的这一历史事件 刊争20世纪下半叶 国际关系纸上最具战略意义的事件 它不仅翻开了中美两国关系的一页 而且对国际形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今天我们请到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陆康公使来谈谈中美关系的发展 陆康公使您好 首先感谢您再次做客我们的聚焦华谱节目 您好 很高兴也再次见到你 很高兴来到你们这个平台跟大家交流 我们知道1979年1月1日 中美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 在这35年中 中美关系走过了风风雨雨 那您觉得中美关系 在最低潮和最辉煌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 这个问题我倒是愿意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其实中美关系看过去的35年 从最开始发展到今天 实际上是始终是处于一个 起起伏伏的一个过程之中 在这个过程中 可能有让大家觉得很不如人意的的时候 也有让大家很振奋的时候 但是总的来看 这个发展趋势是一个由低向高 不断向上发展的这个趋势 所以要我看的来说 可能最好的时候还没有到来 那么最低的时候呢 是总有一个起点 你刚才问这问题 是因为有很多人 我觉得他关注的是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 可能有一些事件 有一些事情 是让大家可能留下了一些 比较深的印象 对 让中美关系好像就 发展到非常僵硬的状态 但是事实上 从这个历史的过程来看 即便是在那样的时候 中美关系它在各个方面 在人民之间的交往 在经贸关系的加强 在双方合作意愿的加强 这些方面从来没有停止过向前发展 所以要我看 实际上这关系始终处于一个发展过程中 我们看中美关系 可能一定要看这个大的趋势 而不是局限于一时一时 好的 那您觉得 美国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我觉得美国现在 我不愿意说整个美国 我觉得可能说 美国至少有一部分 对中国感兴趣的 或者经常做评论的 有这么一些人士呢 可能他们对中国的看法 还是局限于美国自己 对冷战时期 一种旧有的一种思维模式 还没有改变 比如说中国一旦发展起来了 他们会担心中国 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 会担心中国将来的发展道路 会担心中国是不是走 国强壁坝的道路 中国威胁论 是不是会挑战 美国的这样的地位 这是一种比较典型的 冷战时期的一种 银河的一种思维模式 实际上我觉得要看中国 我还是主张从一个历史的角度看 从一个历史的思维框架来看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 真的不是这样的 就像习主席所说的 中国人的血液里面的基因 是没有侵略和扩张的基因的 那您觉得中国人 对美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 作为一个中国外交官 我可能的官话 我就是说中国对美国没有误解 不说官话的话 但是我是觉得可能中国普通公众 对美国的了解中 可能有一点确实是没有认识到的 就是美国在一些政策的制定过程中 有很强烈的潜意识里面 有美国例外论的想法 那么在他们的政策中间 就不知不觉的 我宁愿认为他们是不自觉的一种 就贯穿着双筒标准的一些做法 那么在中国人看来 很多事情可能应该是平等的公平的 这个中国话叫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后如果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 我可能也是期待着 同样的一个对等的一个待遇 那么在美国可能还需要有 对美国自身的一些文化因素 可能还要有一些更深的认识和了解 那误解存在 我们在努力的去减少误解 您觉得这种误解 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 一个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得加强人民之间的交往 因为两国的政策的制定 当然取决于在政府中执政的人士 但是更多的 它是需要有两国各自的民意基础 那么只有在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认识 不断的加深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促进两国之间更大的合作和交流 减少两国之间更少 使两国之间的误判误解和 能降到最低的程度 那么也就有了更好的一个民意基础 甚至在某种情况下 是会有更好的一个民意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在这样的情况下 是能够取得更好的两国关系的一个发展 当然这也取决于毕竟政府在制定政策和引导政策方面 是负有责任的 不是说政府只是一味的等待着民意 而政府也有很好的去有这个意识 去增加两国民众对彼此国家一个更加客观和完整的一个认识 就是在政府的引导下的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 政府是有引导责任的 而且是应该提供更大的便利 不是说政府来告诉人民应该怎么样去看 而是应该给人民提供这样的便利 让人民去客观的人士 在今年的七月份 第六轮的中美的战略和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了 这个战略对话基本上达成了韩外各个领域的结果 大概有116项 包括政治经济 不仅是由两国人民高层政府人领导人之间的交流 还有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和合作 那么您可以对这个经济战略对话做一个简介吗 其实你说的还不是太完整 这次当在北京开的同时 一个是战略与经济对话 一个是第五轮的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 所以实际上是在三个轨道 就是在战略轨 经济轨和人文轨 同时在举办各样的会议和活动 当时其实有很多人都注意到了 在前一阶段 在这战略经济对话和人民交流高层磋商之前的一段时间内 当时中美关系中出现了一些 这个令人好像担忧的一些情况 但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两国政府部门 加起来有数十位部长级的官员坐在一块 就两国关系中的重大问题 就国际地区形势中的重大问题 就应对全球性挑战中的重大问题 在一块进行了非常深入的讨论 最后达成的结果 不仅仅是你说的116项 116项它只是战略轨达成的成果 在经济轨还达成了89项 在人文轨还达成了100多项 所以加起来将近300项的这么一个成果 它涉及中美关系的各个领域 所有的领域 不光是中美双面关系中 甚至涉及到一些需要全人类 全世界各国政府共同应对的一些问题 这个会我们觉得 这次这个人民交流磋商和中美战略军议论 是非常成功的 习近平主席出席了两个对话的联合开幕式 奥巴马总统也为这个开幕式发来了核心 双方都一致确认要加强共同致力于 推进中美新型大欧关系的建设 而且我觉得最值得关注的是 习近平主席在他的联合致辞中 和中美双方高层官员的接触中 甚至已经比较明确地规划了下一阶段 双方应该合作的一些重点的领域 包括可能两国工商界人士最关心的 就是BIT 中美双边投资协定谈判的问题 再比如说两军交往的问题 再比如说气候变化应对 如何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 再比如说共同反恐的问题 所以在这些问题上 大家已经看出 不光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共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愿望和愿景 而且实际上双方都已经在探讨 具体的合作领域 这些对话这两个对话的成果 是对未来多少年的一个指导性作用 你如果仔细看一下这三百多项成果 这里面可能是有一些是比较长期的 是一些规划方向和路线图的 有一些可能是需要有具体成果 那么甚至可能是在今年内 就要取得具体成果的一些项目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蓝图 然后前面就是各个政府部门 或者民间组织去执行了 对 是需要这个政府 工商界 民间 学界 各个方面的共同的努力 实际上战略与经济对话 和人文交流磋商 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年度的 机制化的一个两国政府高层的 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可以置顶规划 也要有步骤的去完成 那么同时也随着两国关系 和世界形势的发展 可能要不断的完善我们的规划 不断的根据新的形式 提出不同的新的要求 那我们就看看下一年 它对未来的一个指导是怎么样的 看看对今年的这个对话的成果的 总结是怎么样的 执行情况 对 我们会有一个回顾 现在对战略经济对话 都还有一些中期回顾 那我们来谈一下 现在在美国非常热的 到中国去投资的问题 我知道现在中国的地方 美国的地方政府官员 带很多的代表团去中国 他们希望把中国的资金 带到他们的地方 去发展当地的经济 解决就业问题 这个是35年来 这个非常大的变化 这个投资已经转向了 从中国到美国 我们以前是想吸引 外国投资到中国去 您对这个潮流怎么看 我们也注意到了 尤其是这几年来 中国企业对美投资 增长的幅度是很快的 但是我还没有觉得 已经到了中美投资方向 已经发生逆转的 这么一个阶段 从两国的经济实力 和两国市场的成熟度 以及对外投资的能力来说 应该说美国 现在还是大于中国 但是确实 中国处于一个比较快的 这么一个上升的势头 我总体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第一它证明了 中国确实经过 35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本土的企业 已经有了比较长足的发展 已经能够走到 国际市场上来竞争 毕竟美国是世界 最发达的一个经济体 第二呢 我觉得它证明了 中国经过过去 35年的改革开放 确实已经比较好的 开始融入整个 经济体系 能够有对外走出来 这么一个意识 而且有对外走出来的能力了 所以我是觉得 这总体上是一个好事 它更多的也反映出 你如果看一下 中国对外投资的走向 过去可能很多的是 在一些其他地区 现在能够走到美国来 也是证明中国的民企业 包括一些民企业 他们对自身的投资的回报 有一个比较客观的认识 对美国经济 还是抱着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预期 从方方面来看 我觉得是一个好事 当然中国企业到美国来 可能还 应该说还是处于一个初始阶段 可能还面临着一些需要认识 加深认识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美国的 它的这个社会文化投资环境 跟中国可能还有 国内还有不太 完全一样的地方 当地的法律法规 跟中国也有 不太完全一样的地方 那么当然了 实时求是讲 还有一些主观的 一些干扰因素 所以中国的企业到这来 一定要对自己 机遇看好的同时 对风险要有足够的认识 那么来到当地 也要一定要遵守 当地的法律法规 更好的融入当地社会 以求的企业本身 更长远持久的发展 像您说的可能以前 中国企业到一些 不是非常发达的国家 去投资 可能它的这种法律法规 没有像美国这样完善 那么它到美国以后 就会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因为它不了解 当地的政治文化 法律的这种背景 是怎么样的 对他们的要求是怎么样的 那我们的政府 会不会给这些企业 一些引导和建议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说 它中国过去企业 投资的地方 是法律法规不完善 各个国家有 各个国家不同的情况 各个国家的法律体系 也不尽一样 美国的法律体系 也不一定是最完善的 它也可能 比如说就像你是做历史的 你是了解的 美国的法律体系 实际上也给 正常的经济生活 在提供保障的同时 其实也增加了很多成本 这里面都是有利有弊的 那么我觉得呢 企业走向了哪儿 就一定要按照中国话 如相随俗 到了这儿来 就要看当地的法律 当地的社会体系 当地的人文环境 是怎么样更好的 有利于自己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也是这个 我们一直给中国本土企业 不管是国营企业 还是民营企业 这么一个通告 从政府部门的角度来说 上次我们俩谈到了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 做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 这里面提到两个很重要的观念 第一个是要让市场 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 就是政府要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这里面就是要让政府 能够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便利 不管是在国内的经营和竞争 还是到国际市场上来参与国际上的竞争 政府要提供更多的便利 要给予更多的指导 我们驻外的这些机构 就是承担着 也承担着这样的一个职责 包括我们使馆的经商处 要给我们中国来美国的企业 给他们各种各样的指南 提供美国当地的环境 政策 法律方面 给他们一些建议 那么这是给中国企业 特别是出来乍到的企业 给他们提供一些协助 我最近和别人谈起来就是说 可能中国的国有企业来美国投资 会遇到更多的政治上因素的干扰 那么我们的使馆 或者是我们中国政府 会不会给国有企业来美国投资 提供一些帮助 特别是在政治上的 我是觉得中国的国有企业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 应该说99%以上 他们已经跟其他的企业 在市场上的运作没有任何不同 如果大家看一看 18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也知道 中国的国有企业 我觉得第一 它从这么多年 35年的改革开放中 已经学会了企业 作为一个市场主体 怎么去运作 怎么去生存 是不依赖于政府的 第二呢 中国的国有企业 由于历史原因 确实在资金实力和方方面面 拥有很深的基础 和很强的竞争力 所以这样的企业出来 我相信天然的 它是会有一些 比较强的一些优势的 那么政府给国有企业 和给非国有的 中国的本土企业 实际上给予的忠告 和提供的便利 是一视同仁的 因为都是中国自身的企业 手心手背 都是肉 到这来 我们同样要求他们是 首先是要尊重当地的法律法规 要习惯于当地的人们环境 那么同时要从企业自身的 机遇风险和汇报 方方面综合考虑 怎么有利于企业本身的发展 我觉得不存在中国政府 给中国国有企业 特殊的照顾和帮助的问题 所以说国有企业 也是让他们走自己的路去 他们这是必然发展的一个趋势 我知道您参加了 最近在国家大草坪上 举办的中华文化节 然后最近又去了肯尼迪中心 看了在那上演的中国京剧 对 那您觉得这种 中国来美国的这种文化教育和推广 在多大程度上 能使美国人民更加地了解 中国的文化和历史 其实这两年我已经很高兴地看到 有越来越多的美国的人民 对中国文化 对中国历史 甚至对当今的中国社会 抱有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这里面有很多具体的实力 包括现在在美国的 沉浸式的中文教育 已经越来越普遍 甚至对中文教师的需求 达到了这个 公平求的这么一个状况 我到一些外州去访问的时候 经常碰到的当地的民众 当地的政府官员 当地的议会的议员 给我提出来的一个比较普遍的要求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派出更多的中文教师 这就反映出美国一个需求 这个需求也是反映出美国一方面 中美两国之间的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 另一方面也是反映出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美国民众 对中国的发展 对中美关系的发展 是抱着一个非常乐观的前景看法的 所以在这方面 我觉得采取多少促进中美之间文化 教育和人民之间交往的这种措施 我觉得多少都不为过 多少都不够 因为就从刚才我们俩谈到的 一开始谈到的 我始终是觉得 两国关系要能够取得健康可持续的发展 最根本的最长远的 还是在于促进民间之间的交流 做好人民之间交往的这一个根基 我觉得是中国整体经济的发展 然后带动了中国的文化 中国的语言的 在美国的都热起来了 所以美国人民感兴趣了解 中国的历史和文化 对 我们谈到了很多大的方向 您也谈过大的方向是好的 中美关系方面 那么就今年以来 中美关系上有很多的摩擦的出现 例如使馆前面的路 国会在讨论 是不是把它定名为刘晓波路 那么中美的军机相撞的问题 然后还有就是美国司法部 指控五名中国军人 盗取美国公司的机密 这些摩擦的存在 那么中国政府是怎么去和美国交流的 首先我要讲 中美之间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 不同的时候始终是有的 你刚才讲到今年存在的情况 去年也有 前年也有 在中美关系发展的35年过程中 这种情况会始终是有的 那么中美之间如何管控好这些分歧 实际上是双方现在都有的共识 你我都知道 这个习近平主席和奥巴马总统 去年在安德伯格庄团员举行的非正式会晤 当时两国领导人 就是一定要建立一个不冲突 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这里面有一项很重要的东西就是 如何要管控好双方之间的分歧 其实你也刚才也讲到了一些例子 这例子里面有一些呢 我觉得可能是中美之间需要通过两国政府 更加深入的这么交流和这个沟通协调来解决的 比如说双方之间交往的一些规则 究竟应该确定什么样的规则 来规范双方的行为 有一些坦率地讲 我觉得就是美国国内个别人的一些闹剧而已 他还谈不上是美国国会也好 美国政府也好 或者代表美国主流的一些做法 这样的闹剧 我相信凭着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智慧 是不会得逞的 而且我也敢跟你说 如果说这样的闹剧也能够得逞的话 那么就证明 中美关系确实需要一个 有一个严肃对待的这么一个结果 这个也肯定是 不会是符合两国人民 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的愿望的 话呢是 原则是这么一个原则 但是从我们中美双方两国政府来说 我觉得其实最主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应该从更长远的角度 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共识 就是一定不要让这些问题干扰两国关系发展的大的趋势和方向 这个呢就需要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观念 一定要有一个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 中美两国的国情有很大的不同 两国的历史文化 两国的社会发展阶段和这个政治制度有很大的不同 双方的政策出发点和利益考虑也会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中美这两个大国从一开始的 我们所说的你说的可能比较低谷的阶段 发展到现在比较好的阶段 到利益这么交融的肯定是有它的必然性的 这就是两国的共同利益 所以只要找演于两国的共同利益 我相信在增加相互理解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是一定能够处理好这些问题的 那您刚才说这些道具可能是极少数人去上演或者造成的 当我知道一些美国的主流媒体 它会宣传中国威胁论 这样它会影响美国的广大的民众 您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怎么样去把控 媒体可能你比我更了解 媒体它考虑问题的侧重点和它的观众点 以及它背后的这个驱动 可能跟你我也不完全一样 首先我们还是觉得 媒体它本身确实是有一个 也要有一个社会的一个责任 媒体可以不同意 美国当地的媒体一些媒体 它可以不同意 不认同中国政府的某一项政策 但是我觉得美国媒体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责任 我相信他们自己也不会否认的 就是一定要把一个客观的中国 介绍给美国的公众 而不是有意识地去误导 有意识地通过有选择地 介绍中国直言片语和部分的局域的情况 以使美国民众造成了对中国一个不正确的认识 这个我相信是不会持久的 因为随着中美之间人民的交往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自己走到了中国 你知道当很多的美国民众第一次到中国 当他们很惊讶说原来中国是这样的时候 我们一方面我们也确实自豪 自豪中国历史文化的博大精神 自豪于中国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感到悲哀 就是中国在今天高度融入国际社会的过程中 原来有很多当地的民众对一些基本的中国的情况 原来并不知道并不掌握 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一些不太负责任的媒体的悲哀了 所以我们要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焦虑 我赞同 我知道中美在很多的国际热点上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也有很大的共同点 然后朝鲜半岛核问题 那么中国是怎么样去保持自己的立场 然后在分歧的同时能够维持和美国的关系 能够继续向前发展 其实这么多年不都是这么维持过来了吗 从一开始中美在意识形态 在一些利益上面都是有一些分歧的 但是我还是觉得随着中国不断的发展 随着美国不断的发展 随着中美两国关系的不断发展 实际上我们越来越发现 中美两国之间两个大国之间 在很多领域 在维护世界的总体和平与稳定 在维护二战以后建立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 在应对人类现在面临的气候变化 能源安全 粮食安全和传染性疾病的传播 所有这些问题上 其实中美两个大国面临着越来越多的 共同责任 共同挑战 共同的利害关系 所以我相信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驱动两国 能够管控好分歧 开展更多合作的这么一个动因 从中国政府角度来说 我们跟美国政府实际上 一直是在保持着一个比较密切的沟通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当今世界的形势下 我们两国应该怎么能更好的携索合作 为两国人民的福祉 为世界人民的福祉 做出我们自己的努力 中美合作确实是能够推动很多国际上的事情 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 当然这个也需要中美两国之间 在一些我们本身存在这些分歧问题上面 确实要妥占处理好 要早眼于长远 从历史的角度 早眼于长远站在一个更高的角度 要认识到这些问题 是不应当妨碍我们之间的合作的 至少从中国政府的角度 我们有这个政治诚意和意愿 我们也在不断地付诸实践 当然我们也期待着 从美国政府角度来说 也能够持续不断地做出这样的努力 而不要受一时一世影响 所以说回到了我们最基本的外交原则 就是求同存异 对 可能我们在寻找同的时候 可能越来越来越的是共同点 然后意义可能会越来越少 我们就是说求同存异的同时 我们现在还有一句话叫聚同化异 那我们知道现在奥巴马总统的国家事务 安全事务顾文赖斯在中国 他的访华是对奥巴马总统 11月份即将访华的一个前奏和一个准备 那您对奥巴马总统 11月份访华有一个什么样的展望 赖斯女士正在中国进行访问 这是她第一次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 这个独立身份去中国访问 之前她曾经陪同奥巴马总统访华过 那么她这次去呢 一方面呢 是本身有一些重要的议程 包括中美在比较高的层面 就两国共同关心的一些重大问题交换意见 另一方面也像你所说的 她这次去的一个重大的任务 就是为奥巴马总统11月赴华 出席第22次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访华 期间两国领导人的会晤 两国元首的会晤 做一个准备 奥巴马总统这次访华呢 应该说还是比较重要的 两国关系中一次比较重要的事情 双方呢 应该说都是有一些期待的 我们从中方的角度来说 我们期待着是在两国元首去年达成 共同治理建设新型大国关系 这一共识的基础上 能够使这一关系的 双方建立这一关系的努力 继续向前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在对双方有重大厉害关系的一些领域 对双方有重要的利益期待的一些项目上 能够取得一些具体的一些合作成果 双方呢 还正在就这个进行着密切的沟通 包括在北京 在华盛顿 包括在一些多边场合 我也期待着 大家能够很高兴的 尽快地看到一些具体的这样的成果 所以我相信奥巴马访华以后 可能会更大程度地能促进中美的了解 中美关系的发展 我也期待着 那么我们访谈即将结束了 我希望您从一个外交官的角度 对中美关系的昨天 今天和明天 做一个总结 应该说从中美关系的昨天 应该说是充满着 就像我说的 充满着起伏的这么一个发展的 但是呢 回顾35年的历史 我们还是发现 中美关系总体上是一个向上发展的历史 所以回顾昨天 我觉得那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中美关系 已经处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的一个起点 它可能是 中美关系在一种更加成熟的一种状况下 来阶段来发展的 可能会有很多情况 是跟过去不一样的 今天的中国跟过去很不一样 美国也有很多新的发展的机遇 也有它自身发展的一些情况 所以中美双方都在探索一种更加好的发展模式 那么这就是两国领导人提出来 在新形势下 要建立这样不冲突不对抗 相互尊重 合作供应的新型大国关系的 这么一个基本的前提 那么只要双方都继续沿着 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 指出的这条道路向前走 我相信中美关系的明天 应该是在一个更高的水平上的 一个良性的一个互动 所以说道路可能有一点曲折 但是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我相信 感谢您今天做客我们的聚焦华府节目 再次祝您和使馆工作人员中秋和过庆快乐 也谢谢你 也借你们这个平台 对大华府地区的所有的华人华侨朋友 甚至整个全美的华人华侨朋友 也给大家带一个节日的祝福 中国话叫十五的月亮十六元 今天是十六 也祝所有的华人华侨朋友家庭美满 事业兴旺 也希望大家在中美关系面临新的发展机遇之际 能够更好地发挥桥梁的作用 三十五年弹指已回歼 中美两国已经从当初的相对隔绝的状态 变成了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 中美关系的战略意义与全球影响 越来越突现 三十五年的历史证明 一个良好的中美关系的发展 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于促进亚太地区 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 中美关系的发展离不开 两国人民的广泛的参与和大力的支持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聚焦华府节目 我是主持人谢正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